哈喽大家好我是游夏 今天咱们来做一个短假的款式啊 首先呢我用到的是几白的假油胶 先在假面上打了一遍底 涂这种胶的时候咱们就要薄点涂啊 然后有宝宝说不知道取胶取多少 然后今天咱们重点的讲一下 特别是像这种白色啊 一定要少去 首先咱们把杆子上刷掉 然后一面的胶呢全部刷掉 这一面像本甲的话就留三分之一就行 然后咱们轻刷薄涂 然后后圆咱们要给它推好啊 特别是两侧你一定要给它拉直 这样的话呢做出来的假面呢才好看 后圆的位置咱们刷子可以立体来找一下 然后第一遍要包边 照好灯以后呢我又涂了第二遍 第二遍呢我就达到饱和了 所以说呢我第二遍也给它包了一个边 这个几白的假油胶两遍就非常的好啊 然后它饱和度特别高 主要是它特别丝滑 不会就是说拉不开那种特别稠的 然后接下来因为假面不平整 所以说我上了一个流瓶胶 给假面找了一下瓶 这个几白几黑的假油胶 给你们拐在下方角往车上啊 两瓶29块9全国包优的 无名指直接还是用这个流瓶胶呢 给它固定了一个亮片 这个流瓶胶其实它就是比加固胶要稠一些 流瓶的效果非常好 然后小店里边也在秒杀啊 20块2吧 然后你们自己去找吧 然后上了擦起封层 给它用石膏胶做了一个简单的造型 然后啊石膏胶是免洗的 所以说咱们不用给它封层了 就让它这种有特别质感的去放在那就可以了 然后我又给它沾了一个小视频 没路上啊 最后这个款就完成了 记得给我一个小星星哦 猫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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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